中美贸易谈判在3、4月本已现曙光 5月却突然陷入僵局 紧接着是关税上调 美国对华为实施禁运 为下一轮谈判蒙尘 随着谈判的深入 多种渠道披露出中美双方的谈判条件 基于这些信息 专家认为中美仍会达成协议 但是长期分歧和摩擦将不可避免 美国的八项诉求 特朗普近期接受采访时称 中美两国本来已经达成了一项强有力的协议 很好的协议 但他们改主意了 我说那好吧 我们要对他们的产品征收关税 特朗普口中的很好的协议 可以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一窥端倪 该报引述的一位了解谈判内情者 罗列了美国向中国提出的八项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一年内减少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 之后一年再减少1000亿美元 停止中国制造2025中对先进制造业的补贴 接受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产业的潜在进口限制 实施直接的可验证的措施 阻止网络间谍入侵美国商业网络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接受美国对中国的敏感技术投资的限制 并不进行报复 将目前10%的平均关税降至与美国相同水平 开放服务业和农业 此外美国还要求 两国需在每季度共同审查进展情况 路透社此前也引述美国官员称 中国本已在一些核心结构性议题上有所让步 包括改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再强迫技术一让 即改善中国市场准入 但抑制政府补贴仍是困难的议题 这些进展一度与上述八项诉求吻合 路透社披露 特朗普称自己已经告诉过习近平 两国之间的协议不可能55分 因为中国以往的贸易做法 协议必须有利于美国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本周一表示 美方可能一直有一份自己奢望的协议 但肯定不是中方同意过的协议 陆康表示 中美11轮经贸磋商未能达成协议 根本原因在于美方试图通过极限施压 实现不合理的利益所求 这从一开始就行不通 路透社分析 这些谈判条款具有独特之处 传统贸易协议目的是降低签署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协议是基于双方遵守协议条款的设想 而当前中美贸易谈判的目的 是迫使中国改变在知识产权补贴等方面的行为 协议的逻辑不同以往 更类似于美国对外国实体实施的金融制裁 只有其他国家做出了美方想要的改变时 这种制裁才会解除 中国的三条底线 以往中美美轮谈判后 往往由外交部或商务部的发言人表达观点 但这轮谈判后 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美国对媒体阐述了 中美贸易磋商的三个主要分歧点 要不要取消关税 中方认为 关税是双方贸易争端的起点 如果要达成协议 那么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这不只是经济问题 而且涉及到更多的问题 采购问题 在阿根廷见面形成共识 当时形成一个对数字的初步的认同 那么究竟数字数多少 现在双方有不同看法 中方认为这个事是个很严肃的事 不能轻易改变文本的平衡性 任何国家有自己的尊严 所以文本必须平衡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现在在做一些工作 中方提出的分歧点 恰恰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让步的底线 路透社援引一位了解贸易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称 只要协议附带关税机制就长久不了 我认为为了防止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美国和中国会达成一份协议 协议签署的时机 很可能是6月28日至29日的大阪G20峰会期间 特朗普和习两人会面的时候 这一判断基于我们认为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 以使他在2020年连任的可能性最大化 控制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最终获得一场外交胜利有迹象表明 中国已开始着手准备一个长期应对美国挑战的计划 路透社援引一位了解情况的中国官员称 目前中国正在加大力度酝酿一系列长期策略 不仅仅是对眼下关税升级的应对 更是对于未来长期中美贸易关系的长线布局 这些长线应对方案将涵盖货币政策 产业分工行业布局等多方面 既是自身内部发展需要 也是应对外部不确定因素之策 中美贸易战的最后阶段 双方在底线上都不愿意让步 都不愿意做退让 运势开始在其他方面间接较量秀肌肉 给贸易战间接增加筹码 美国每次要迫使中国退让 就会拿台湾来做筹码 来捏一捏台湾这个软肋 最近美国又在台湾问题上走得更远 美国过去拿台湾说事儿确实有作用 不过现在不太一样了 如果美国一旦在台湾问题上走得太远 一旦玩过火了 谁又能保证解放军不会马上武统台湾呢 大陆现在武统台湾在军事层面不是问题 一旦台独出阁 正好给了大陆武力收复台湾的借口和时机 除了台湾 美国还对华为5G下手 要掐断华为的芯片供应链 这也是打击中国5G产业和给贸易谈判 增加筹码的一键双雕之举 来而不枉非礼业贸易谈判关系重大 美国在加码 中国自然也会有所动作 除了人民币最近的快速贬值外 最近最高领导到江西考察 专门考察和调研了当地的稀土产业情况 在中美贸易摩擦最敏感的时刻 领导人突然考察 调研中国稀土产业意味着什么 稀土之所以珍惜 是因为储量稀少不可再生 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军事等行业 是新材料制造的重要依托 和关系尖端国防技术开发的关键性资源 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和万能之土 所以稀土对于美国来说是离不了的 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 美国对于中国稀土产品严重依赖 2017年美国进口稀土总量 接近80%源自中国 也正是如此 美国一度不留神 把稀土列在对中国加征进口关税的清单上 但很快又被移出清单 中美贸易战稀土必然是一个焦点 一个筹码 一旦中国对美国开打稀土战 美国将难以承受 贸易战也已经从中国的完全被动 转变为现在部分主动了 过去是中国急于和美国达成贸易协定 但现在特朗普连任大选迫近 着急的是特朗普 中国反而不着急了 反而更加主动了 时间的天平第一次倒向了中国一边 这一切都拜特朗普所赐 特朗普的上台执政 可以说给了中国很多机会 我们是最应该感谢特朗普的 我仍然认为 中美贸易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 这就是利益 在利益的驱动下 什么事情都好办 就看特朗普是否先软化 做出妥协了 就算了 我们的感谢特朗普的以后 我仍然认为 我们在这里做出了 最后的处理 这就是颤子的感觉 那么我们可以看特朗普的感觉 我们就看了 今天就是了 我们的感觉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